喜 Wort rait 《当志的对人背景》 我和施局长走入社区 和不同的阶层、不同的背景 不和政见的人士直接对话 叫什么名 总之就是支持反送中的 袁荣光 为香港 就是为香港而死的歌 终于明年在一些球场上 其他国家对自己的国歌 有那种自豪的感觉 坚持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争取更多的机会 和不同背景的市民直接对话 他的对话都是和乘机对话比较多 他只会为问港铁站 住在黄大仙区就当然想住香给他 我之前IGDM过他 我只是和他分享过嗨 他都没有嗨我 我们是对低层的 他不明白我们是想什么的 都不可以用失望来说 因为失望都配不到给他 不如你试试 选一个在街上 已经是很激进 准备破坏的人 去选他回家 是吧 你起身借前途 是吧 要被人打 要是对了 要被人打 要无生命危险争取 这个不是我们熟悉的香港 小豪子, 你做什麼今天回來皇宮 你不是發財了就不用做了嗎? 太后, 奴才之前 讀了一條村雲節一定中的貼士 真的打算拿錢之後就不回皇宮了 誰知道那個贏馬取消了 真可惜, 阻你發財 真可惜, 比何元愛還壞 網上童謠也能唱 何以令馬迷, 亦粉痕 小豪子, 這次不能馬照跑 其實跟年燈有關 七十詩, 你問我答, 哀家答 我問, 為什麼不可以勸待何元愛一匹馬 不行, 不督灰 為什麼不可以只取消 何元愛有份跑的那一場 也不行, 不割席 為什麼一定要整晚賽事取消? 攬炒吧, 全都是年燈精神的指引 太后要想辦法, 以後馬怎麼跑 馬不能受害怕, 不能吃催淚彈 很簡單, 馬本身有眼罩 可以防雷射, 再敷衣服 戴口罩, 那就安全了 是不是這樣? 太后, 如果這樣的話 那些跑馬的練馬師和騎士 要不要穿得像下竹籠一樣 全身包得黑, 連號碼也看不到 那些馬迷就認不出哪隻何元愛的匹馬 當然不行, 連樂區對話 也不能包面戴頭盔跑馬那些 如果穿成這樣, 嚇到馬 現在何元愛說 香港凍亂味平息之前 馬也不會出賽了 難怪他這麼勤力要清潔香港 再這樣拖下去, 馬快要退役 不能跑 太后, 現在連國慶煙花也取消了 七十大壽就沒有氣氛了 不怕, 可以叫護旗手 在不同的商場揮舞紅旗唱紅歌 耳狀聲威 哪有這麼多護旗手 像醫生一樣聯署而已 歡迎重複報名, 多多不驅 最重要是大家開心 求醫來賓比使太多 拉女兒 她在拖臺花眼 每天要攜打 你來賓別看 來拍照 對啊 iner 哦哦 為什麼不能用聲音 我們是警察在做事嘛 手上可以拍的 我們想去透台山道採訪 一群防暴截停我們 沒有說原因的手袋 背包裡有一把九吋長的金屬刀 很尖的那一隻 所以以藏有攻擊性武器 將它拘捕了 被搜出的那一把刀 用來切月餅 對於警方在記者會上說 我的把是九吋長的尖刀 是想作出強烈的譴責 以及亦都想譴責警方 是無理去拘捕我 為著你傷口 為著你傷口 為著你被了解 何謂最悪 扔他了 自成一的一國 但見他就從快樂 然後卻越來越渴 越來越高 沒能力去闖出三毛 誰插掌或者寸地赤土 人際逼中便容易退步 他親身真正感到 赤地鑽金人面會無如地平和東北 要見步行步 對話平台不是等於 不需要嚴正執法 今天擺在我們眼前 首要仍是壓止這個暴力 大帥, 你不信邪也不行的 自從鐵路改了姓黨之後 就沒有好日之過了 現在還要搞到出軌了 廚副官為何會出軌, 知道嗎? 因為不忠 鐵路怎麼不忠 鐵路不夠中心 一出事就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明明是在我們牙差面上 大帥, 難道連出軌也要牙差自己查 不行, 我們不排除任何出軌的可能性 特別是跟抗議人士有關 但現在是說路軌有裂痕斷了 不排除示威者用九吋長的餐刀 來削斷路軌 那為何不是用菜刀、牛肉刀呢? 拎刀的都是自己人, 不會這樣做的 大帥, 你說有些示威人士 用雷射筆蟹地照顧路軌 照顧他, 燒斷了 不排除示威者是唱榮光歌 來鎮斷路軌 唱歌哪有這麼威力 不懂, 歌詞裡有一句 迷霧女最遠處吹來, 浩角昇 明顯是吹浩角, 鎮斷路軌 大帥, 麻煩你下令通緝一個 叫做黎明的人士 為甚麼? 因為黎明來到, 耀光復者香港 黎明很明顯就是大台來的 一定要抓他 你說飛跡真是拆鞋也要說 大帥, 你真是專業判斷 你給我打給林太太 叫他快點回應鐵路的意外 是不是叫他慰問受傷的市民? 怎麼會慰問市民呢? 當然是慰問的設施 路軌斷了 林太太當然是要去修補列痕 你幫我們警察手 警察手 不用出手 好 我兄弟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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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你說用盾阻礙著他的臉容 其實當時他有要求過不想自己的身份暴露出來 我們也覺得這個安排 其實在當時當刻是合理的 為什麼警方對待這些警隊支持者的手法 和對待其他市民和示威者的手法 是自然不同的呢? 穿著賣粒警察 或者是拿著國旗的人 操縛建華的人 他們就有免死金牌 心口掛著意的家人接觸 當到榜槍 當甚麼我都擔 出手勿勢 沒有甚麼解 任何政見或者異見的人 其實我們都有拘捕 大家看到的片段 看到有部分的警務人員 不是在那秒鐘立刻執法 並不代表警方沒有執法 也不代表警方在事件之後 不作出跟進的調查和拘捕 這個投訴科已經展開了調查 7月21日和22日這兩天的投訴 就是雖匯報投訴 雖匯報投訴有54個 我在這裡強調 香港警隊在執法和維護治安方面 是不偏不倚 是一事同仁的 今天首先謝謝記者朋友 出席我們京方發佈會 現在是最後一條問題 有沒有搞錯?最後一條問題? 或者讓我回答這位記者朋友吧 我們京方認為是沒有搞錯的 謝謝各位 今天我們這個發佈會 會先看看以下的片段 現在照顏有有机 tras主 我們對此わ幾乎 最常某個名單 情侶 像是我的很嚴重 才會為給我 好誇張 我叫大иеiens 你拿到你 抓著我 對你抓住手 送好的 才是刀 替你 腳步 她說 她說 可可 就是 不, 不是這段片段 因為技術問題 我們京方變無他法 開始台下發文的環節 早前有學生記者在採訪期間 被京方手出一把餐刀 為什麼京方不接受他的餐刀 是前一晚用來上雨時切月餅的解釋? 讓大家看看我同事的示範 我們擔心有機會嚴重威脅 我們前線同事的生命安全 市民出外上月時要帶什麼去切月餅? 我們提議市民可以嘗試帶菜刀 過去大家都會看到有市民手持菜刀 前線同事的主要判斷 他們只是想煮飯的市民 8月31日網上有傳聞 說太子站是有死人的 我們京方一再強調 8月31日太子站是沒有死人的 那有沒有壞人呢? 那有沒有騙人呢? 很好看 可以說太子站在一起 算是有一個但 wenn wir 很多說法都怕那個站內有人死 為什麼不一平公開了相關的CCTV片段 會不會在這件事上 警方因為這個決定而延避了一個去救人的時間呢? 他曾經跟救護員說過 在他看到的範圍裡 他看不到有傷症 是有說過的 會否覺得警方這樣誤導救護員 是阻礙救護員的工作 誤導你們 還是說謊 這個問題 我之前也問過警方 其實他們都是溝通的問題 我們同事這麼久才能進去 在救護員的角度 其實也不是那麼行 他其實真的是 知不知你在那盲容我的擦印 光我越來越沉迷 張獨印 外界很多傳聞 說你有數段葉原藏在我附近 當晚並沒有發生相關的致命事件 我們對於有人在網絡上 惡意散播謠言 是予以強烈的譴責 831太子站那裡到底發生什麼事 疑點是越來越多 但你要計較每個錯樓 立法會議員楊岳橋 取得831太子站衝突 消防署行動紀錄文件 發現事後的第三日和第十日 涉及的傷者數目 和傷者經歷知覺站送院的內容 內容都曾經被修改 有消防署的職員說做法不尋常 傷者由十個變七個 消防說已經問過現場同事 都是沒有答案 大帥, 我要舉報拿賞金 小豪子公公, 你有什麼事要報 你想報哪個暴徒示威者 我知道暴徒躲在哪裡 在哪裡?太子站 你有什麼證據? 大帥, 太子站是很神秘的 出口又封閉了, 又有人在獻花 明明就掩人耳目窩藏罪犯 你說那裡躲在罪犯有多少個? 最少三個 831一個日, 衙差明明英勇拘捕 打傷了十個暴徒 但現在只剩七個 少了三個?怎麼會這樣? 我懷疑就是那些暴徒走掉了 現在躲在太子站那裡 但救火部門出來說他們數錯數 不是十個只有七個 大帥哪有這麼容易數錯才行 我懷疑救火部門可能是被暴徒威脅 跟劉俠胡說謊 救火部門一定很好信譽 怎麼會跟劉俠胡說? 大帥, 有一個救火部門的電訊通話內容 有幾分鐘被人刪除了 我懷疑就是跟暴徒走掉了有關 所以有人威脅他要刪除了 這麼大件事你不可以亂說 你有沒有證據? CCTV, 我現在懸紅要求鐵路部門 交出831的CCTV 看看究竟是不是有暴徒 在牙差手上走掉了 還躲在太子站那裡 這麼重要的情報你現在才說的? 大帥, 前一天你們同事 四點鐘都沒再出來 我找不到位置跟他說的 沒辦法, 他們很忙 要應付國際特赦組織 說他們酷刑對待的犯人 太謙虛了, 大帥 你們伙計怎麼會怕呢? 他們本身就是不赦國際組織 大國際特赦組織… 大國際財政, 上帝, 高特 他們的疫情 我們正在打yon Blake-Bressley 接近一國家, 一次這樣 一條國際 我們向美國的報告 通關公司通過香港共產黨 最好啊 香港人 一樣 是主不認同 香港民主人權法案本身是一個香港關係法的加強版 其實我們要看1992年法案的根本 賦予香港和內地不同的待遇、盟禮關稅、簽證等等 現在就講的是加某些條限 它所稱的干涉香港民主人權狀況的官員都要制裁 就是本身香港的民主人權狀況 都是香港的地位的一個根本要素 如果香港不符合某些條件 就可能要檢討這個地位是否可以延重 半個時代再一起 應該不下旁人不服氣 誰人有可空水也個36年仍然未死 所以我們要主動某些人 任何企圖斜陽自重、反中亂港的土謀都註定是土牢的 也註定會失敗 這個法案其實它幾年前都不斷有人提過 一直以來都叫未成氣候 直到今年成為了兩黨的共識 大家相信通過的機會是相對大的 其實短期之內是一個心理影響 就算它是市場某些人士 你不可能根本改變任何政策 而香港政策法本身這個地位 是牽涉到很複雜的國際關係角力 也不可能是短期之內會改變的 所以相信它會達到的效果 是一個象徵性的心理作用多於一切 我們看到的就是大方向 美國朝野對中國是越來越強硬的 這個Agena設定應該很難改變的了 但是特朗普本人是一個叫做刁講述的專家 你很難會想像他會在任何一件事情 以貫之間硬到底或者軟到底 這個就是他典型的做刁的過程 他怎樣打就在於他那一刻的需求 中美貿易戰的大環境 令香港的地位更重要了 確定的是香港成為了一張牌 一張牌以前那十年二十年都是沒有人用的 現在是開始多了人用 會直接令到香港捲入了大國的角力 這就是一個事實 日本的時代再一起 登京極門徒全敷死 這盼望很有場 我… 差到尾… 就算盼病或身影 都差口氣 十分震出 Jcare 鉄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